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這集就是歷史隨想英國系列第二季的第七集 你見到的題目就是兩個字字體 城市和大學 中世紀 其實中世紀是一個很有趣的年代 沒有中世紀這種格局 後面不會有跟著西歐的文藝復興 乃至宗教改革 再乃至近代的啟蒙 一直下去不會出現 中世紀是一個表面很紛亂 但是紛亂之中有一個好處 就是分工合作是到一個 連政治上 連司法 政治上 都是有一種分工合作 所以一個政權相對的分散其實是好多的 某程度上 對於發展成為現代的國家 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程碑 如果你說 中世紀沒有出現過 假設羅馬帝國真的長存 反而會窒息了他們的發展 變成了他的東邊拜占庭 其實拜占庭就保留了羅馬帝國後段 已經是去到大克里仙那段的格局 可以將古典文明延續下來 但是延續到 實際上延續到就算查士丁尼 那時候打後已經是一個 活力慢慢消失的文明 進展很緩慢 沒有什麼突破 其實因為王權的力量還是很強 實際上東羅馬帝國 那個形式是不像西方帝國 而是東方帝國 而西方的不同 其實是散修修 但是因為散修修 而有文化部分 最初由教會掌握 但是又因為教會 國王 領主 普通的雷民 之間 他們那種 大家各有各 所長各有各自己的專注的地方 又大家都沒有辦法完全管得到對方 所以才會有那種競爭出現 我們上次已經提到封建莊園一直瓦解 但是實際上就是不需要等到封建莊園瓦解才是城市興起 其實甚至如果純以經濟角度計 是城市和大學的興起 才會逐步令到這個莊園瓦解 當然也有因素 有些東西是互為因果 如果沒有中世紀 後半段的氣候暖化 令到財富累積 令到城市經濟開始旺盛 其實大學也未必有那個條件可以出現 首先 教會相對由弱勢變強勢 因為我們要記住 直到查理曼之前 你說教會是否真的很強勢 其實不是 查理曼和教會互相利用 甚至查理曼利用教會 比教會更多利用查理曼 只可以說教會是陰了查理曼一下 但是查理曼 你想一下 他也是臨到 拉尾才能去領洗 做夠壞事 等到都差不多知道自己不用做壞事 就可以去領洗 然後利用基督教來幫忙 所以 實際上這個 初期王權 在教權之上 但是教權當然 在當時的中世紀歐洲 學術還是不輕盛 但是經濟開始發達 社會分工開始複雜 需要讀書人的時候 教會就興起 但是當教會興起到一定的地步 太強勢 領主也會發覺 這樣不行 我都需要人幫我做事 但是靜靠教會找他的立場 教士的立場 當然是親教會多於親國王 或者就算他站兩邊 某程度上 天主教教會對他依然有影響力 所以對於國王來說 依然是需要一堆 不關教會事的讀書人 經濟方面也某程度上也是 如果依賴封建領主 去上繳 第一 封建領主有自己的武裝 而且 封建領主本身 對於他自己的地方有一個絕對的統治權 大國王去找封建領主就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有另一種的中介 或者另一種的來源 而現在來源是不受封建領主影響的呢 正如讀書人而不受教會的影響呢 國王就在這些位置想 於是才會出現了城市和大學的自治體 是的 其實大學也是自治的 一會我們會詳細討論 接下來我們先說中世紀的城市 如果要說到英格蘭的自由城市來計算 當然 要比較 只說很難想得出有什麼特別 我們可以拿幾個地方 一級一級分下去 首先我們要用東方的大城市 當時來計算 和這些西歐的自由城市 例如東方 例如當時的南宋 北宋和南宋年代的泉州港 或者林安 這些都是大城市 但這些大城市都是直接由皇帝管轄的 當然例如泉州港 裡面的確有阿拉伯人的殖民區 在那些區就半自治狀態 你可以說外出了給麗袍手根家族去看 但是他們的體牆 有的那個自治權 是在那個很小的區 是在那個地方 其實一出了就不是那樣東西 而且那個 是不是特別穩定呢 其實也不是 我們當是天子的恩惠 亦都這麼說 因為他亦都懶得管 中國的官僚 去到盡管 就管到船舶師 就已經是 去到盡 管自己裡面的出口什麼 收多少關稅 但是港口實際上怎麼管呢 這些東西就不如outsource給別人 這個就是在東方 這個不單只是在宋朝的城市 甚至去到拜占庭 拜占庭也是一個官僚體系很強的國家 而拜占庭下面有好幾個地方不同的殖民區 他在拜占庭底下 軍事坦丁堡底下 一樣有猶太人殖民區 有 例如有威尼斯人的殖民區 有熱納亞人的殖民區 在那些區裡面的確是自治的 但是那些區是很小的 而且他的自治程度 其實也是有限的 而且去到底也是君主給你 有些東西都不是你自己可以拿主意 這是東方 但是東方和西方的自由城市來看 西方的自由城市 當然都是要君主准許 君主或者是國王 或者是當地大的local lord 給你一張圈圈 但是你拿到一張圈圈 就算是相對沒有那麼自由的那一堆來看 實際上你在那個區裡面已經有 有自己的徵稅權 有自己的內政的管理權 即是市政的管理權 有自己的司法權在那裡 不過未必全部有齊 但是 這幾樣東西都有了 程度有多深 然後如果我們說去到西歐裡面來看的話 歐洲裡面 我們可以比較四個不同的地方 四個不同的自由程度 就是意大利的北部的那些城邦 日耳曼裡面的自由城市 英國的自由城市 還有法國的那些就不叫自由城市了 法國裡面的那些叫公社 在城市裡面的那些叫公社 四極不同的東西 這四極可以分開兩大極 一極就是 不單止有自己的內政權 徵稅權和司法權 甚至幾乎有自己的外交權力 那些就是日耳曼地區 和意大利 裡面的自由城市 另外一些就沒有這件事 你依然是 外交軍事那些 全部都是由軍主去管的 你只有裡面自己的內政 和做生意的權 那就是英國和法國那些 那好 例如如果你說 自由度高的 例如意大利地區 和日耳曼地區 實際上這兩個地區 當中更加自由 最自由的 當然就是意大利那邊 意大利的那些 已經不可以叫自由城市 那些根本就是城邦 甚至根本就是共和國 威尼斯也好 熱蘭也好 這些是港口城市 但就算不是在港口 而是在河岸的城市 就是博洛尼亞那一堆 基本上根本就是一個國家 他們 有了自己的制度 而且每個城市的制度都不同 威尼斯有威尼斯的制度 佛羅倫斯有佛羅倫斯的制度 博洛尼亞博洛尼亞制度 米蘭有米蘭自己的制度 有些是自由城市 有些根本甚至是共和國 有自己的外交 有自己的軍隊 根本就是完全是不同的 他們唯一一件事就是 一般來說 他們都會專注某個帝國 當是他們的大老闆 威尼斯基本上是專注拜占庭那一邊 來做自己的大老闆 在西邊那些 有些是神聖羅馬帝國 有些是後來後起的法蘭西王國 但法蘭西也很特別的 我也說過法蘭西國王 在自己的領土內就是皇帝 只不過不能出自己的領土 這個玩法挺特別的 但之前說過 宗教上基本上都是逢教廷 來做他們的宗主的主教 宗主的教派 但他們全部都是自己管自己的 所以這些就是不可以叫自由城市 這些就是城邦 城邦國 或者已經去到更加大 威尼斯某程度上是一種海上帝國 因為它有殖民地在海外 這些就是意大利式的 那些是今天的國家 另外一些就是日以萬 日以萬地區是一個散修修的地區 跟意大利一樣 實際上 before 統一 這兩個都是地區的名字 而不是國家的名字 意大利要等到 意大利三傑 馬智尼、加里波底和加富爾伯爵 這幾個人推動了最終意大利統一 before that 南部叫做西西里王國 中部是教廷國 北部整隊城邦 日以萬地區有一個叫神聖羅馬帝國 但是裡面就複雜到雲 波熙米亞有波熙米亞王國 即今時今日捷克地區 還有一大堆巴佛利亞 教區也可以是國家 教區裡面有自己的選侯國 七個選帝侯 這七個選帝侯可以選神聖羅馬皇帝 其中三個都是教區裡面的選帝侯 還有其他不同的侯爺 所以實際上省秀秀 日以萬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公國、君主國、教區國 還有當然就是一大堆自由城市 出名的漢薩同盟 其實起源自日以萬地區 例如呂貝克那些城市 因為日以萬地區也很有趣 如果大家看回日以萬地區 那一塊地區很大 但是也有不少河流和山林 將它分隔了 還有一大堆黑森林 當然 已經去到中世紀的時候 不似得上 在羅馬帝國年代 真的全部都是黑森林 實際上在中世紀很多地方已經開狠了 但是河流和山林仍然是 將日以萬地區角度之離破碎 所以特別適合一大堆不同的國家 乃至沿著河岸 去到港口 都有一大堆的自由城市 這些自由城市是向他們的領主 去取得 特許狀 但是他們的情況 相對地 沒有意大利 那些城邦就是今天一個國家 但是與此同時 他們又比起 英國或者法國 自由度大很多 基本上他們是可以 一樣有自己的軍隊 一樣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不過 他們仍然屬於 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他們有自己的宗主國 自己的軍主 他們仍然要交稅給他們 以及 在某些情況下 他們仍然要服從 這一班的諸侯 的要求 無論是出兵也好 或者是一些關稅政策也好 但是 他們相對地 這些自由大國城市 自己的自治程度也是相當高的 這也可以說因為 德爾治地區 即是日耳曼地區 他們本身是沒有 那個王權實在太差 帝權王權也太弱 這樣就變成了 相對是城市的實力強很多 而且可以這麼說 很多這些 的諸侯國 尤其是處於內陸那堆 你說靜靠農業 你就會慘了 你怎樣去支撐到 隔離鄰國 如果要打你的話 或者在哪裏找資源呢 靜靠你那塊一畏三分的地 就拿不到多少資源去打 但如果你 懸何你有自由城市 自由城市可以給你銀兩 去籌操軍隊 甚至他也代你籌操 甚至 提供你 這是另一件事 所以相對地 這些日耳曼諸侯國 對自由城市的 依賴度是高很多 因為日耳曼地區很長期的分裂狀態 所以就令到自由城市相對地更加有獨立自主的能力 這個要到很後期 基本上要去到30年戰爭 將中世紀的跌著破壞到七七八八 然後當中就有幾個強權慢慢慢慢開始 開始將其他的諸侯國一路合併 但是合併極你想想 直到普魯士正式將 這個北日耳曼的同盟全部統一了 又要再過多 如果又 還要過多200年 大哥 而在 統一之前 即是日耳曼正式統一之前 北德意志地區 來計 都是30多個國家 這個所謂日耳曼關稅同盟 都有30多個 普魯士將他們統一 你想想 到底有多散 所以當時 在日耳曼地區裏面的自由城市 他沒有去到 這個 伊拉利那些城邦 就完全是獨立國 除了名義上尊奉之外 但是他們不是 他們仍然是跟他們自己的領主 或者跟帝國和王國都有 相當的扭大 但是自己的管理是相當自由 當然 因為這樣才能組成 漢薩同盟 這些奇特的東西 就是沿著日耳曼地區 去到北歐地區 都有一大堆的城市 加上一個同盟 然後由這個同盟裏面 去制定 共同的國防政策 共同的 經濟政策 共同的外交政策 其實某程度上 你將它有點像 將現代的歐盟和北約兩個加起來 當時的漢薩同盟 而且裏面還要用同樣一套的法律制度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這是 日耳曼和意大利地區 相對城市的權力大一點 而相對小一點就是英格蘭和法國 英格蘭的自由城市 例如倫敦 倫敦就很早拿到了自由城市 甚至是 在威廉征服之前 其實就已經拿到了 那個 城市管理權 但是 倫敦就不會儲得上日耳曼的城市 可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或者有自己的軍隊 其實倫敦是沒有的 倫敦市 可以有自己的內政 自己的市政是自己管的 自己市裏面的開銷 也可以由自己倫敦市 的council 自己去定這個稅務政策 去拿到的 而司法呢 司法體系裡面 英國本來就已經是 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court 不過他們要跟著 他們全部用習慣法的方式 所以慢慢慢慢 初初大家都有些不同 真的也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不過習慣法 或者後來應該叫普通法 習慣法再加上行評法則 兩個合起來之後 普通法有一點好就是 他會慢慢慢慢容易融合到 雖然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但是因為判例 本身的豐富性 是可以讓你有一個擴展的能力 就算你說我拿到上York 拿到上諾 Fumberland 去到那些地方審 最重要是審視的 已經不只是靠當地的古老法則 而是看那件案子 以及看以前判例 是用什麼原則 他為什麼要這樣判 為什麼 這個商業利益要分給你 不肯分給他 為什麼這個遺產要這樣判 為什麼這些民事訴訟要這樣判 甚至刑事計 為什麼這個罪算是不是 是不是搶劫 是不是騙案 諸如此類 他們有一整套系統 而這整套系統是一直可以延伸的 可以根據情況 只要你寫得清楚一個判詞 解釋到為什麼 以後人們就引用了 哪個案子是在哪個案子 是這樣的 所以 每一件事的集中點是在一個案子上 而不是在一個地方上 這件事就令到自由城市 在英國的自由城市 和英國本身其他地方的 雖然他們有自己的獨立司法權 但是司法判斷的準則 是另一件事 是大家可以分享到的 最主要是有人看案子 還有 當然倫敦有倫敦自己的城市裏面的負勵 但是這個負勵本身又不可以判斷 現有的一些判例 也不可以判斷 整個國家 中央政府 英國有中央政府 即是皇室政府 他們 頒布出來的一些條例 你又不可以反對它 所以 在這個程度上來看 英國的自由城市 相對只是在某些司法案例中可以有自己的判決 但是很多東西仍然是在全國性的法律之下 你就不可以隨便違反 但是 但是 英國的法律 因為擴展性很強 所以 只要判例說得出的話 就算是倫敦自己判出來的 依然可以拿到整個英國都適用 這個就不似得上其他地方 不同法國也不同意大利 或者德國那些 日耳曼地區那些 那些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要不就是 你就要像 康薩同盟那樣 康薩同盟是一個大的 Hansciatic lead 大家等於一個現代歐盟那樣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法律 共同的準則 你一定要抄這套東西 你才可以去加入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行 於是判例就是大家 怎樣判呢 就跟著那個曲 一起去判 這樣才行 但是英國就不是這樣 這是英國的獨特之處 第一件事 另外一方面就是 英國的黃室政府 中央政府 他們的影響力依然是大 雖然每一個城市 自己收多少關稅 某程度上有自主權 但是這件事 亦都需要議會批 如果議會真的不批 或者是against 或者收回來有些特權 你是沒有傳出的 你亦都沒有辦法可以抵抗它 但是 又有一個but but是什麼呢 就是 有些特權 其實依然是在國王的手上 例如就是所謂第一銷售權 這是很有趣的 當我在海外買了一些東西回來 到底是在哪個城市先銷售呢 這個特權其實是由黃室控制住 黃室可以派給你不同的城市 例如這一水 我在佛蘭德斯 進入了一批的 由羊毛弄回來的衣服 那這些的衣服 到底我應該拿去 Casper買 還是拿去 Denford買 還是倫敦買 還是 York那裏賣 那裏其實就要看黃室的特權 即是黃室派給誰 黃室可以說這期先給York York就可以在那裏先賣三天 賣了三天之後的賣剩借 才可以拿去其他所有英國城市賣 這些權 實際上亦都可以說 為何要提 某程度上 Pasoli 玫瑰戰爭 其中某一部分 很小的當然不是主要 但某一部分的杜火索 都是欠這些權 欠到七彩 主要兩家人 兩大家族 欠到打崩頭 最終就是大家 你看我不順眼 我看你不順眼 就在家家下 就可以打仗 所以那種內戰其實都有一種商業味 是很重的 但是 雖然說到這樣的樣子 有這麼奇特的事情 有這樣的奇特情況 但是整體上 這些城市之間 他們跟黃室 跟中央政府 那種的關係是很微妙 既有自己獨立的部分 但是與此同時又因為 這些大城 這些自由城市 無論是倫敦也好 或者內陸一點 小一點的 他們已經不是叫做Cities 他們叫做Borrock 最重要是他們可以派代表入下議院 這是最大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這件事 既不同於法國 又不同於 日耳曼和意大利地區 日耳曼和意大利地區 城市是很疏離的 和帝國或者他們的宗主之間 其實很疏離的 真的是一紙文書 即是一張合約 但是另一邊的法國的公社 稍後會提一提的就是 法國的公社實際上跟這個 那種獨立性 比英國的自由城市低 而且那種獨立性低得來 還要是他們其實仍然是 當地的領主 或者是國王本身的 從屬 是行政區的從屬 而不是一個 自己有得作主的地區 英國的自由城市 就是我在一個 一個作主區之外 其實也是一個選區 我可以派代表入下議院 所以有什麼東西的話 地方和中央 的政府之間 是有聯繫的 而地方的政策 大家怎樣交換利益 其實 in theory 或者不是in theory impractical impractice都是 是拿到下議會 下議院裏面是可以談的 只不過 議會 的流程運作的發展 都是需要時間 早期沒有那麼 成熟的時候 就容易吵架 吵架 但是其實當你過了這個 玫瑰戰爭之後 很多的商業利益 基本上都不用靠家族和家族打仗去解決 而是已經可以拿到上議會 大家談 就是拿政策 大家談政策 尤其是英國越去到後頭 當政黨政治開始崛起 甚至開始慢慢成熟的話 你更加不用搞內戰 有什麼事情 拿到上議會三口六面講清楚 大家攤出來計算而已 哪個收益大 是不是 收益大那個當然可能取得主導權 但是取得主導權 就算你倫敦取得主導權 但York有自己的利益 你倫敦現在為了保護你的工業 拉關稅拉得那麼高 但我York不用出口羊毛 是不是 那你就是煮死我而已 但是York那裡有票 也不止York 可能幾個內部城市 都是靠羊毛出口的 如果你倫敦那邊的人 主導了整件事 全部沒有利益大利益 一連合來反對你的票也不夠票 過任何法案 臨到尾就是你也要屈服 很多事情就變成要講數 而且講數當中不一定是靠 舉贏對手 而是大家 最盡可能的拉倒對方過來 那你就要給對方有好處 要有什麼好處 不要忘記除了下議會院 House of Lord也不是沒有影響力的 有些事情都要House of Lord 而House of Lord也代表了 一部分以前舊陣時比較傳統的勢力 保留下的影響力 所以你變成英國就是一個講數政治 大家拿到上議會 大家出來談 然後大家計算是誰的利益大 但是就算是利益大的 佔到優 都不能否決別人 都要顧著別人的利益 大家變成一種 最終是大家爭取得平衡 拿到一些consensus 但是當然 你是不是可以避免激烈爭論 或者國家分裂 當然不是 不是代表這是一個完美的制度 沒有這件事 英國的歷史裏面反反覆覆 吵架 多得不得了 甚至最近脫歐這件事 已經是亂了 一樣可以撕裂 一樣可以吵架吵到亂了 最終現在又搞一下脫歐又回頭 但是anyway 以英國來計 那個獨特之處就是自由城市 在它自己裏面的市政 它有相當高的自治程度 但是在一些整體政策上 它依然要是服從 國家的那個利益 在中世紀來計 但是他們是不是又純粹被國家打壓呢 又不是因為他們有代表可以進入中央政府裏面 但不是做官 而是做議員 通過議會 去講數 然後出來的政策 大家都OK啦 雖然不完美 好吧 但是當然 早期 不是那麼順利的時候 或者沒有那麼完善的時候 就會變成打架 真的是 動刀動劍 但是英國 過了光明革命 我想 那時候再過了200年左右 這個社會也都成熟了 社會的發展也相對地 多元化 也不需要每次 吞到吞窗 也不是靠貴族去說事了 是有上層市民 有其他人一起說事的時候 那時候 每次搞內戰 大家都沒有數 那大家說好就算了 不要打內戰 打來做什麼 有什麼好處 你顧一下人的利益 又顧一下自己的利益 社會夠多元化的 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不用 入衣服就打架 就算吵架也拿到議會 就搞定 這就是英國的情況 法國就很不同 法國一樣有這些自由城市 但是他們不叫自由城市 他們就叫公社 公社 但是很多公社的起源 就跟英國不同 英國 是國王當初 為了 賺到錢 我外判我城市 城市我不懂管 封建領主也說我不懂管 由你城市的商人自己管 因為如果由 領主去管 用那些封建原則去管 收稅也收不到 亂了 那些人不懂得搞關稅的 那些人也不懂得搞市場的 由你那些商人去搞 我最重要是你每年進貢多少錢給我 還有守我某些規矩 或者有必要事的 幫我介紹人去finance finance給我 讓我可以打仗 是這麼多的 但是法國的公社的出現很多時候 因為當地的農奴 或者當地的市鎮 簡直是因為 頂不順壓迫 頂不順壓迫反抗 而國家沒有辦法鎮壓他 既然鎮壓失敗 就唯有承認了他 好吧 這些位置你自己管 我不管了 我怕了你 但是 這些 康苗 他不是說來Paris Paris有Paris自己下面的康苗 但是 Paris本身都不是歸康苗管 只不過Paris有些周邊地區是由康苗管 他們很多都是城市外圍 或者有些城市比較小的 他們自己是一個康苗 但是這種自治的程度比英國低很多 他們可以管得到的範圍也小很多 無論是司法權也好 內政權也好 只是 相當有限 而且 因為他們是靠反抗 武力強硬逼出來的 所以 而他們沒有代表進入政府 所以對於法國政府來計就是 只要我這一期 我抽到一支強大的軍隊 我看你不順眼的話 找個理由就隨時可以蓋你鬥 因為這個去到底都是由法國國王給你的特權 法國國王和他的政府 他的旗下朝廷 他不喜歡的一紙文書 一畫畫了他不給你 怎麼辦 你反抗 打你 鎮壓你 你可以怎樣 沒有聲音 鎮壓完你 拜拜 就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自治權的東西相對低很多 而且有一種對抗性關係 而到了後期 當法國中央集權越來越強勁 你好像去到六億十四那些 其實他們一步步把這些公社都蓋走 他把這些公社納入在他自己的行政區裏面 而行政區的官僚負責收稅 負責施政 逐步攤薄了你們的權 你的群苗 有的資源太小 而一個行政區 包的 包好幾個 所以利用 交苗之間的競爭 或者交苗之間的不同 最終你們搞不定 你們矛盾 你要去到行政區 行政區就可以 做事 把你拆散了 所以法國的交苗 不是說不成功 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力 但是 影響力就比不上英國的城市 但是又不似得上 英國的獨特之處 就是剛剛在正中間 他不似得上法國 法國專制那一頭 初時 是靠反抗反出來的 跟中央政府大家之間 其實是一種對抗性關係 而不是協同關係 只不過中央政府沒有辦法鎮壓 唯有收你錢算數 賣你怕 但是當中央政府越做越大的時候 實力越來越強 可以拿到一支專業軍隊去鎮壓你 那時候 他就徹底鎮壓 但是又不似得上日以萬地區 或者意大利散修修到一個地步 基本上他們自己作主 要等到很現代 已經是十九世紀了 兩個都要等到十九世紀 普魯士 都要先靠 北日以萬關稅同盟 才可以先通過關稅同盟 去建立關係 其實在德意志地區裏面不是靠武力 是靠關稅同盟統一 就是搞一個小歐盟 然後大家一步步走 所以 德意志聯邦的 聯邦味道很重 就算他是一個聯邦式帝國 每個地區的自治能力很強 意大利更加不用說 到今天為止 都有一股散修修的味道 不過今天 北部地區算是比較 始終是一個現代國家 但是北部地區 北部和南部之間的隔閥 是有多嚴重 就算北部之間 城市和城市不同 之間的競爭亦是相當厲害的 所以意大利的散修修的味道 還是很重 但是英國正好在中間 他整體依然是一個國家 但是每個城市有他恰到好處的自由度 在管自己 但是 去到總體政策 又不會說每個城市各自各說 不是 大家拿到同一個平台 平台就是議會 拿到議會去講數 講好數的 OK 而且 當議會政治慢慢成熟 社會也發展 議會政治成熟 經濟也越來越複雜 有政黨出現 而政黨 是跨這個城市的 所以你很有趣的 城市裡面 有你的黨 有你自己的自治 但是跨城市的話 不同的城市裡面的人 一樣有代表 進了政黨裡面 然後政黨就上到 這個 的議會裡面 大家攤出來講數 就變成一級一級這樣去 就變成既有普世性 但是每個城市仍然有自己 可以管控的部分 變成不會太僵化 因為你搞到中央集權 無論是法國或者是東方的那些城市 太過中央集權 每樣東西都要一致的話 太僵化就沒有適應力 你想 如果我維持表面僵化 但裡面是由得你自己 這樣的話 就會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貪污一定嚴重 因為理論上是沒有的 只不過是隻眼開隻眼閉 一有這些隻眼開隻眼閉 就是貪污資源 就是腐化資源 但是英國就不是在家 總之我畫好一個階段 在這個框框以內 你可以搞定自己 在這個框框以內 這些類型的案件 你們的法庭可以跟隨你的負例去判 但如果整體的 全國性的 或者一些比一個城市大一點的 另外有一套 法律 是困住你的 然後你說要講數的 拿到上議會講數 不要去打架 亦都不要 古靈精怪 不得你住古靈精怪 大家上去議會講數 亦都不是以城市做基礎 而是以政黨做基礎 這個是當然發展到後期 但至少在中世紀裡面 英國的那個 城市 那個發展就恰到好處 既能夠跟一個 中央政府發生聯繫 但又能夠維持其獨特性 這個對英國其實日後的發展 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不會弄得太散 但也 以致沒有了那種向心力 沒有了 那個效率 但是又不似得上 法國那類專政的那頭 就沒有了活力 這部分就是城市 英國的中世紀自由城市 的那個情況 接著就說一下大學的情況 剛才說完城市 現在說另一個自治體就是大學 大家可能會很奇怪 大學也是自治體 現在大家要想像一下 我們不是在現代 大學那個年代的大學 中世紀年代 實際上大學面對的空險 比城市更大 城市最主要要面對的麻煩 通常就是來自領主 或者國王 一般而且是領主就犯過國王 除非你那個城市 領主 自己都商業化了 他會保護你 如果不是一般領主 357時喜歡去打仗的話 經常都要走到城市 加稅 抽乾你 或者剛好跟敵對國家 例如英國 這樣 本來 我那個 Defon 可能是跟法國 的 Britany 那些城市 大家有聯繫 在做生意 但是 剛剛英國 尤其是你的領主 走去跟 那些人 大家在打仗 跟法國的貴族在打仗 你說封港 封鎖 不能玩 那就很嚴重 那些生意 不是很慘情 那你就不用做生意 那你就怎樣 我錢就借了 貨又窄到港口 但是你不讓我賣 那我吃什麼 吃西不風 那我就破產 但是 對於大學來說 除了領主 和國王的干涉之外 更加有一件事 就叫做教會 因為教會在中世紀是壟斷知識的 在中世紀裏面 但是當然 當初教會 發展到一個地步 在教會旗下有人 亦都特意要成立大學 去討論 幾樣東西 神學 醫學 哲學 以及法學 這幾樣東西 這也是正在應朝流而生的 因為經濟復甦到一個位 他們都需要 更加多識字的人 也不是單純就這樣識字做個辦事員 而是要有一定的專業素質的人 才行 那你城市裏面 如果沒有醫學 病了 命都保不住 風險都管不了 自己的命都管不了 誰跟你去做事 農民就說 命賤而已 但是 雙人的命不賤 工匠的命都不賤 其實在中世紀的工匠也挺貴的 工匠 另外還有一個自治組織叫韓會 韓會是一般在城市裏面 那工匠也很重要 因為以前一門手藝 學生都要 師徒 沒有三五七年都未必滿師 他們可能說三年滿師 但是滿了師之後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足夠技術 可能還要多幾三五七年的浸淫 所以如果那些人死了 那你怎麼辦呢 所以在城市裏面 人命其實都值錢 醫學當然要 法學也都要的 有水 甚至說更加需要 沒有法學 你有什麼糾紛 應該怎麼判呢 又或者受制的糾紛不是雙人和雙人之間的糾紛 雙人和政府之間的糾紛怎麼判呢 如果你什麼都支持政府的話 沒有人會肯做生意 喂我傷人 我的資產不受保護 我的生意賣賣權利不受保護 我怎麼做生意 一個麻煩你充公我 我還需要做 需要 法學 而且需要熟悉法律的人士幫我打官司 跟政府打官司 所以他們需要這些機構 但是如果這些機構 是由教會直接控制的話 你覺得 那些學者敢不敢做一些 很極端的討論呢 當然是不敢的 所以大學就更加需要 有自主權 而且也需要有領主 或者國王 給他們一張測試 保護他們 因為如果不是教區走來捉人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但是也有趣的就是 與此同時 教會 也肯讓他們做 即是故意留一個角落 而原因也很有趣 當教會 由八世紀、九世紀之間 一路一路慢慢擴張 尤其是查理曼打喉 查理曼已經承認了 天主教等於國教 但是查理曼的承認 當時查理曼控制的整個西歐 變了 每個地方都是跟教會 教會的權力一路大 其實就叫做樹大有枯枝 亦與此同時 第二就是 當中世紀的經濟開始發展到一定的地步 無論是因為十字軍東征 還是因為地中海的貿易 歐洲人都開始有見識 當他們有見識 見過外面的世面 回來 或者像意大利地區 跟別人一路做生意 學到別人的東西回來 如果你教會還是死實實 什麼都不行的話 實際上就沒有人相信你過教的 大哥我生活不了 我相信你的命 怎麼相信 信我這個大陸會生活得到 信我連生活也不行 而你教會又沒有辦法處理我們的問題 你教會的法律是基於在封建制之下建立出來的 但是你開始已經不適應社會 所以教會自己 也面對他裡面的壓力 當他對外 在整個西歐越來越佔主導地位 越來越大聲 在他教會裡面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大 甚至早到 未必等到馬丁路德 其實已經有宗教改革運動 在九十幾條論綱 早過馬丁路德 128年之前 其實已經有宗教改革運動 一直都在吵 甚至說 修會的出現 都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其中一環 很多修會是看不過眼 教會世俗化得太厲害 不像樣 已經完全脫離了 去拯救人的心靈 而變成一個政治實體 完全都是爭權奪利 才會在修會出現 對抗他 你搞這些事 而大學也是在這種背景下 教會也需要改革 而領主需要人才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 於是有種默契 給一個機構 在這個機構裡面 你說話沒有罪 你說幾怪的東西 你走 ahead 當然了 你能否發表到 能否全國通行到 就是另一件事 即是宗教法庭 或者其他 這是另一件事 但是在裡面 你的小圈子裡的討論 在這裡裡面 沒有罪 教會不管不了你 裡面是怎樣 是由大學自己管自己 你的課程是怎麼定的 你聘請什麼人 不論到教會幹涉 也不論到領主或國王幹涉 由你大學的校長你自己定 這就是大學 在歐洲 大學起源 是一個很獨特的學術機構 它有相當獨立自主 而且是自治的能力 它不是只說學術給你自主 不是 根本整個裡面就是它自己作主 而在英國有趣的 故事就是有兩個 兩間大學 其實都是 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走出來的 說到英國兩所古老大學就有趣了 這兩所古老大學其實 英國在初期的學術 始終比不上法國發達 始終不要忘記 法國也好 日夜晚也好 乃至意大利 意大利不用說 因為意大利 在正地中海 和東方的往來也多 所以好早可以接觸到 東方的知識和生活 但是就算在法國 始終他們都 在歐洲的中心 在當時歐洲的中心點之一 變成 他們的學術氣氛也會比 相對在歐洲邊緒的英國強 所以英格蘭當時的學者 如果要去讀書 其實基本上你想進修到最高級的 的大學那些就不是英格蘭沒有大學的 那個年代 大概在這個 大概在 應該算是 亨利二世之前那段時間 都是沒有大學的 那些東西 那些都是去哪裡呢 去法國 巴黎大學那裏讀書 去巴黎大學那裏做研究 而巴黎大學也是 真真正正第一個有大學憲章 大學的大憲章 的大學機構 雖然比巴黎大學早已經有波羅尼亞大學 但是波羅尼亞大學也是 雖然早出現 最早是他的第一間大學 但是他的制度當時不是那麼好的 雖然他有特許狀 但是第一特許狀不夠完整 而第二就是當時很過癮的 下落尼亞大學 是由學生說事的 課程也好 請哪個先生也好 而且一個先生收不夠五個學生的話 先生是要被人扣薪 還是不知道 還要倒貼的有些東西 但是真真正正的大學 就是巴黎大學 有大學的憲章 憲章裡面說清楚自己的權利是甚麼 義務是甚麼 哪些東西可以 哪些東西領主去干涉 哪些東西不可以 教會也不可以走去干涉 所以當時英國的學者會跑去巴黎大學讀書 但是 若果1167年左右 英法的關係越來越差 差到一個位置 發覺把你們英學學者趕走 你不要在我讀書了 麻煩你回去 但是趕他們走 英國學者說 大哥 我被人趕走 那是不行的 我難道不用讀書嗎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英國的當時的學者 說死火 唯有自己去搞一間大學 更何況英國國王亨利以世都說英國學者回來了 回來回來回來 而法國也叫自己的學者回來 那 既然是 他們自己找地方 就找了倫敦市郊的一個地方 一個小城鎮 就在那裡聚在一堆 做研究 那個地方叫甚麼呢 牛津 就是今天的牛津 在牛津那裡 但是最初他們在那裡 搞學問 但是你想想搞學問 經常都要研究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而偏偏 你想想在市郊的地方 近鄉 一到近鄉 鄉的人是相當保守的 保守到一個位 就是 你們這班人研究的那些古古怪怪的東西 他們就當了你是無私 當你是古靈精怪的人 不受歡迎 所以搞到 那就是有人被人打 有學者被人打 給甚麼 所以結果沒辦法 有一群人 有暴力衝突和當地居民 結果唯有有一部分學者 比較研究得比較前進的 另外找地方 找到一個很鄉下 而且近沼澤的地方 那就是今天的劍橋 在那裡搞出來 搞了兩間大學 最終他們也得到了 所以他們要得到 當地領主和國王 尤其是國王比 的特許狀 由他們自治 而且在那個區域裡 連治安都是由他們作主的 而不是由這群居民作主的 甚至有當地的 有一定的力量 去維持他們自己的安全 那你才可以做研究 不是一群鄉園 包圍你的校園 或是拘捕學者出來 打你一生也不行 不殺了你也打你一生也不敢做學問 這個是要靠 軍主給特許狀 他們拿著特許狀去自己經營 那個地方就是他們自己管 領主也沒有權去干涉 當地人也沒有權 那這些就是 大學 為什麼會是一個自治體呢 而這種自治體當然 最終是令到大學的 學術研究會發達 會越來越能夠膽做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來干涉 而這個英國處在文化邊緒 而加上英國獨特的體制 實際上提供了一個相對大的空間 至少英國在宗教上 山高皇帝院 至少不夠 既不是那麼容易受這些歐陸 無論是法國國皇 還是神聖羅馬皇帝 之間佼佼陣的影響 更加不容易受教廷的影響 教廷要走到英國 其實影響力已經弱了很多 不像是歐陸 歐陸的影響深很多 教廷的管控一弱的話 英國本身就容易有一個 相對自由的氣氛 只要克服了領主和鄉原的阻礙 他們就有能力發展自己的思想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一方面不好處就是 離開歐陸的中心 歐陸始終是很多 學術交流的中心 你離開中心 你收到的知識 能夠進行討論 當然沒有那麼熱烈 沒有那麼活躍 但好處就是 教會如果要上來佼佼鎮 或者歐洲的大陸政治的干預 你相對也遠離了 你可以有自己的空間在發揮 這就是英國的大學 有時候兩間大學其實挺有趣 你可以說他們都是原子 母體都是原子巴拿大學 然後去到那個地方 只不過就被人逼走了 逼走了之後 還要當初在倫敦史郊 牛津下腳 結果牛津又被當地人看 他不順眼有報發 結果出走 大哥我不想被你打 結果他另外找一個地方 叫劍橋 在那裡成立自己的學院去做研究 當地人當初覺得很神秘 所以如果沒有軍主有特許狀去保護他們 那他們怎麼做研究呢 但是當英國的經濟也好 人的見識也好 慢慢發展擴張的話 大學就變得慢慢不太受排擠 反而受歡迎 特別是他們產出這麼多人才 無論是國和本身 還是一些商業化一點的 開明一點的領主 他們都需要 乃至商人就更加需要他們的服務 所以這些大學的自治體 也一直都可以 不僅在英國 整個歐洲都可以擴張 而牛津和劍橋 脱胎至巴黎大學 所以他們的憲章 他們的制度方式 也是更加像一個現代大學 而不是好像博羅尼亞 那些比較初期 比較primitive的大學 運作會比較混亂 他們的運作是有規矩的 也都一個個學院成立 研究不同的東西 這就是英國的大學 這個自治體 而這兩個自治體 包括城市裡面的行會 還有大學 其實一看就是涵蓋了現代 裡面幾個重要職業 城市裡面的商人 行會就包括很多不同的工匠 專業人士 大學就是學者 讀書人 這些都是現代經濟所必要的東西 而這些必要的東西 有自治的能力的話 不受王權和教權的直接干擾 這樣的話 這些土壤是令到他們容易進入現代社會 能夠進入現代經濟 這是英國 而當中 如果以城市來解 因為他們 反過來跟中央政府 又不是完全斷絕聯繫 所以他們 反過來 可以將城市獲得的先進經驗 可以反映通過議會這個平台 擴散到全國 也是可以做到的 也是為什麼House of Lock 裡面 有大學校長 有什麼 那些 為什麼那些可以進入去呢 大學也是一個自治體 也重要 大學裡面的人的意見 也是一種意見 也是可以帶領社會向前 這就是這兩個自治體 在中世紀英國 城市和大學 兩邊帶來的貢獻 那 那 今集就是講到這麼多了 那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下一集第八集 應該是下個星期日 再上 我們遲些再談 拜拜